東南亞薩珠本詐騙集團 業內交易群組 最新內幕影片獨家曝光 近日在緬甸的一個詐騙營區 有大批武裝人員 和車隊中入園區 但他們並非是去賭破這個集團 而是竟然 來護送園區裏面的骨礦成員和員工 進行緊急大撤離 避免被當局賭破和拘捕 薩珠本交易平台裏面 最新一段影片就標明了 牧者CBD園區詐騙團夥撤離 有當地民團武裝護送 牧者是緬甸東北邊境的一個城鎮 和中國雲南瑞麗市接壤 影片開頭有一段似乎是詐騙集團向同行發出的一段信息 信息說 據可靠消息透露中國警方已經知曉 牧者公路某大酒店 是大型詐騙團夥聚集地 中國警方已經聯合緬甸警方準備進行抓捕 嚴厲打擊詐騙團夥 牧者的華僑弟兄姐妹們 趕緊離開這間酒店 避免被牽連 大家在找互相轉告 之後就見到這段影片的情況 見到一隊似乎是武裝的人員 已經在地下廣場集合 拍攝者似乎是園區裏面的一個員工 從樓上宿舍窗戶 向外拍攝 見到地下廣場 有大批人聚集 以及有多輛車輛 而閘口外面 也見到 開始有多輛車輛 駛過來 而鏡頭一轉就拍到這個宿舍的情況 大批 宿舍的員工似乎已經 收拾好行李 準備撤離 而他們大部分都是 穿著拖鞋 準備離開這個地方 似乎離開得很忙 在影片見到這些員工宿舍 都擺滿了一輛架床 拍攝者似乎現在走出走廊 見到這個 建築物都幾大型 會不會就是剛才所講 某間酒店裏面的一個宿舍 現在見到拍攝者 跟著其他人 在樓梯走向樓下 看到其他員工 已經拿著他們的行李在等待安排 大部分看上去都是比較年輕的 一批女子是華人的人士 拍攝者最後就是上了一輛私家車 究竟他們去哪裏 影片就沒有交代了 本集是第167集的精華版 完展版有更多詐騙集團的最新資訊 敬請留意